那性别这个可能是稍微需要两个步骤了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先把第二个字抓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先分两步骤 所以假设呢 你将来的那个公式是比较冗长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从一步一步的 做一次之后把公式剪下来 放在第二个 再剪下来放在第三个 所以其实很冗长的公式 像我们后面有很多题 都非常复杂 公式很长一串 可能甚至比这个资料编辑还要更长 那那个公式绝对不是一次做完 你可以分阶段做 那怎么做一下 我demo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先把第一个字 先抓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先用MID函数 MID函数的话 找到MID这个 然后呢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来呢给他需要的这个文字 就是一个身份字号 第二个问题的话 他会问你说 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帮你去 切你的字串 那我从第二个字开始 那第三个问题是LUMBER CHARGE 意思是说你要几个字 所以你大概要把前面的讯息他会看懂 不过他缺点是他不是中文的 但是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可能要把前面他的讯息转换成 你看得懂的那个中文 如果刚开始不太熟 我发现之前有同学呢 他可以自己在拍画面 自己加个注解 也是用学习方法 那再来的话特别注意哦 他会帮你把结果RETURN的结果告诉你 也就是说这个说在这个函数 所储存的结果 他会帮我把他的结果放在等号的后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他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双引号1双引号 那特别特别特别注意哦 这一个指的是自串的1哦 他跟那个文字的1 文字的1就是前后没有双引号 两个有没有相等呢 两个不相等哦 特别注意哦 在以Sail里面哦 自串跟文字是 自串就是文字了 跟数字是不一样的哦 那如果你把它做比对哦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个陷阱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帮你抓到他的1 但是这个1是文字的1哦 不是数字的1哦 这个可能要小心哦 那第二阶段请你把公式解一下 我的习惯是什么呢 把那个他从那个等号后面把它剪下 再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 他这边可以切到逻辑 切到逻辑之后的话找到一幅 那再把公式贴上 第二阶段哦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很多个步骤 那你可以先做第一阶段 再把公式剪下 贴到第二阶段 那等于什么 等于1啊 OK等于1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如果是1的话那就男 反之就是女 不过呢 这个地方哦 各位可能要注意哦 如果这个地方哦 就是我刚刚讲的 假设你忽略掉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做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有问题 按确定 你会发现呢 明明他这边的身份之号 明明是1 可是他还是出现是女 全部都女 那你可能看一下哦 里面的公式哦 有没有发现 应该看得出来哪里错吧 数字嘛对哦 所以记得哦 你这边一定要加什么 双引号 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加双引号 有没有 他就一定会比对失败 OK 刚刚用1是错对哦 如果你用双引号1的话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才会是正确的 OK 那特别特别注意哦 这个观念哦 非常的重要 因为哦 之前遇到蛮多同学都 不太了解这两者差异 所以用V2函数有没有 去做比对的时候 他说奇怪 我明明看到都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出来结果是不正确的 因为他忽略的数字跟文字是不一样 虽然里面都是数字 但是他实际上来源是文字 你就要用文字的方式来比对 不然呢会比对失败哦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哦 那当然呢 有同学又会问说 老师可是我们一般工作里面 来源都是数字啊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要改后面 假设我后面为止是数字的1 但是呢 我希望怎么样 我那当然后面不能改 那可能你就要怎么样 改前面的嘛 前面这个部分 因为他来源是什么呢 来源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双引号的1 那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怎么样 转换成为一个 这个没有双引号的1 就是把文字转换为数字的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函数哦 他是需要 他可以帮我们把文字转数字 应该知道有没有哪一个函数 是可以做 我现在需要的这个用途 有没有 知不知道 哦哦 对对就value 所以表示你有用过吗 有看 有看 所以哦 我刚刚讲过哦 如果说你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插入函数的时候哦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文字函数里面 它的那个下方都有跟你讲 这个函数是什么用途 所以理论上哦 我是建议啦 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那个底下的说明 也许把它转一下 这个可能要做一点功课哦 因为很多人哦 那其中value哦 刚好在哪里呢 刚好在最下面 倒数第一个 有没有 所以哦 如果你每一 你如果有把这些函数 全部乱过一轮了 你大概就是要哪一个函数 可以做什么用途了 它底下会跟你讲说 将资料 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哦 用这个value就可以了 那其实一次车里面很多哦 其实它并不是不重要 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不知道就不会用 那不会用呢 你只好突发链钢 那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特别之后 这个地方value 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如果我要加 刚刚这个地方的话 我如果不改 我如果不改后面 比如说后面一样维持 是一个数字1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前面的部分 加一个value函数 value 前刮弧 然后再到后面 等号的前面 加一个后刮弧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 前面原来是文字的1 改成数字的1之后 再跟后面做比对 这样子也可以 两者 不是改后面就改前面嘛 所以未来你们将来 资料的比对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数字 跟文字是不同的东西哦 所以这一点可怕 特别是按确定 好啊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有那个value这部分哦 那 再来的话底下 还有一个什么提取第几个啦 这个我想请各位自己试做看看 但是这边有一个陷阱是什么呢 你插入函数 假如你用那个 me的函数试做看看 比如说我要提取从第1个字 这个资料 从第1个字 抓4个字的话 类似像这样练习 但是你按确定 应该是0551啊 可是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看到怎么样呢 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就是他的结果 他是把什么呢 他不是把你要的结果显示 而是把 他里面的公式显示出来 就有同学看到就傻眼了 奇怪 应该有遇过这一次的状况吧 没有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特别注意 对因为他是文字 所以如果说你里面的格式 假设不小心按右键出锁格式 假如你不小心的把它改成文字了 你记得要先把它改为通用的 改为上面这一个 改回去之后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邮标再放回资料编辑列 把它打个勾就可以了 OK 这样就恢复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 假如你把这个结果输入完之后 发现 奇怪为什么出来的是公式的话 这个时候请记得把那个格式改变一下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Labs这边有一题 请各位看一下那个什么 Labs这个称呼 如果我希望 他能够在这边显示吴先生 张小姐 马先生等等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如果希望用两个函数可以解决 一个是Labs Labs是抓前面一个字 就是他的姓 后面再去抓他的称位 如果是 性别是男生的话 那就串一个先生在后面 如果是 女的话 那就串一个 小姐 反正没关系 小姐或女士都可以 好那这个称呼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这边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到 两个函数 一个是Labs 一个是if 刚刚用到过 然后中间用串接 end把它串在一起 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个Labs 这个做完之后 再来就是综合练习题 这个地方 那请各位先 谢谢大家